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澳洲的制裁 最近中國停了很多澳洲的出品 例如龍蝦、紅酒、原材料 木材說它傾銷 或者質量有問題、有蟲 這樣一件事就禁止了它進入大陸 其實說回五眼聯盟和中國的關係 五眼聯盟就是美國、日本、澳洲、紐西蘭和英國 在美國之後其他四個國家 現在走得最貼美國的政策 跟得最足的就是澳洲 又停了華為去安裝那些5G的發射站 又去公然去批評中國的內政 這樣的時候走得最前線 中國玩政治、玩外交是非常聰明的 它選擇一個依賴度最高的國家 去跟它一起去打 打一個澳洲 因為它大部分差不多四成五成的出口 都是去內地的 如果它禁止了的時候 對它那個經濟的傷害就非常之大 世界其實就是講利益 當一封了這些原材料也好 煤、紅酒的時候 其他國家就搶去分這塊肥肉 並不是想像中其他國家會有剩餘的錢 去買澳洲出中國的貨 那中國是行一招非常之高招 令到其他國家不敢貿貿然 就跟美國跟得這麼貼 這是一個很高招的方法去做 那你也都會看到 現在整個歐盟 亦都是趁一個叫做空檔期 即是總統的交接的時候 三爬兩撥 已經簽了 跟中國簽了一個協議 另外就 那個RCEP 亦都是在這段時間 就簽成了很多協議 這個完全是拜兩個政黨 現在在那個總統寶座那裡 在爭拗的時候 有一個過渡時期 就有一個爭拗期的時候 三爬兩撥 就將很多東西 製造成一個既定的事實 製造成既定的事實的時候 你要去推翻 就要花很多力氣 就走去推翻 中國是很懂得玩這一個政治 和一個社交的遊戲 所以 接下來 美國其實是處於下風 它唯一可以做的 要是想一些東西是挑撥 即是真真正正 做一場 在一個第三地方 做一場戰爭 跟中國 打一場 去教訓中國 不要以為自己 是可以挑戰到的寶座 如果不是 那個此消彼長之下 中國跟著那個 organic growth 一定會是越來越大 這個就是要看看 美國之後的玩法是怎樣 所以 以前說的修飾底律的事件 是有機會發生 即是說中美會終極一戰 我相信是會發生 但是一定在第三方的國家裏面 去進行這個戰爭 今天想說的澳洲策略就到這裏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